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把房子给卖了 买房子卖了 那你和小梅住哪儿啊 我来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事 我讨算带小梅先回县城老家 回老家 那小梅上学怎么办呢 转学吧 你放心 我会把这些事都安排好 爸 我们还能再回来吗 你还想再回来吗 不想 爸 快走吧 我只想到那个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的地方 再回家 來 看 怎麼樣 好看 真好看 姐 你說奈文她會喜歡這款式嗎 喜歡 她肯定喜歡 這麼好看還不喜歡 好看 爸 我到了 你回去吧 小梅 到了新學校了 跟同學們好好相處 少說話 中午不能不吃飯啊 我知道 您放心吧 去吧 小梅 要是誰問起來 咱們家的情況 或者為啥上這個學校了 別說那麼多 走吧 您快回去吧 我看你進去 去吧 同學們 我們今天迎來了一位新同學 下面請她做一下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叫郭小梅 很高興能夠來到這個學校上學 也很高興能夠來到這個班 今後 還請各位同學多幫助我 謝謝 郭小梅同學是轉學過來的 她在以前的學校成績一直不錯 以後同學們可以多跟郭小梅同學 相互學習共同進步 老師 那個 我申請讓郭小梅同學 挨著我坐吧 馬奮鬥同學 坐下 同學間的相互幫助 只能起到輔助的作用 學習關鍵還是靠自己 郭小梅同學 自己選個座位坐吧 好 下面開始上課 好 好 哎呀 奋斗你快点儿 有小时候婚礼都结束了 满满 主持人机呀 好 朋友们 下面有请男方的家长 满秋集团董事长 满秋女士 上台讲话 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满秋 是郭乃娥的姐姐 虽然我们俩不是一母所生 但是这么多年来 我们相依为命 共同创业 满秋集团有今天 郭乃娥功不可没 我今天特别的高兴 看着乃娥长大成人 看着她成家立业 今天又娶了这么漂亮 这么懂事的媳妇进门 这是乃娶的福气 也是老郭家的福气 谢谢大家 这个戒指是当年我婆婆传给我的 在最初创业的时候 在最初创业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了 就把她当掉 后来又费尽周折把她赎了回来 今天我就把这个戒指 交还给郭家的媳妇 来 谢谢嫂子 嫂子祝你们白头偕老 永结同心 好 下面有请我们今天最大的官 新郎官发表一下新婚感言 掌声有请 谢谢大家 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感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 首先我要感谢站住我旁边这位 爱着我的新娘子随意 我更要感谢的是我的嫂子 大家知道吗 我的母亲去世的咋 我的嫂子就像我的母亲一样 关心着我照顾照顾 管我吃管我喝 上学上班结婚 她都处处操心 事事关怀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更多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我只想说一句 被人牵挂得真好 嫂子 在这里我想衷心地祝福 能够永远 永远快乐 永远幸福 谢谢你 别说说你喝那么多酒 你都不成了 别人一过来敬你酒你就干 哪能那么喝酒了 都喝坏了 来 来 听话 立本 我跟你说 我没喝多 还没喝多喝成这样 真的 来 喝点 听话 你说乃文结婚 人家敬我酒 我怎么能不干 对 是吧 是该喝 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乃文有家了 能跟随里一块好好过日子 好 喝一喝 嗯 嗯 嗯 一本啊 我就是觉得呀 嗯 特别累 心里头 特别地累 哎呀 满舅啊 不是我说你 你呀 凡事总是心理行为的 老想着别人 他现在日子好过了 多想想自己啊 听见没有 对啊 想自己 对啊 嗯 立本 嗯 咱们俩认识多久了 哎呀 又十年了吧 十年了 对啊 哎呀 人这一辈子 才有几个十年 嗯 嗯 立本 嗯 你为了当年 那一句诺言 等了我这么多年 你后不后悔啊 我不后悔啊 真的不后悔 真的我心甘情爱得到 立本 嗯 你是一个好人 真的是个好人 我一想 你等了我这么多年 我心里就难受 别难受啊 我知道 我对不起你 哎呀 就是哪有什么对不起的呢 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真的 立本 我们结婚吧 真的 我已经想好了 我必须得嫁给你 我要是再不嫁给你 我就变成老太太了 那时候 你就该不要我了 凡几 您放心 我永远等着你 真的 好 我 起来吧 霍小梅 愤到了 你这个点才来打翻 你看人那么多 排得乖累的吧 我帮你排 你想吃啥 没事 我还没想好 我先看看 没事 你先坐下来 我帮你去排队 等排到我了 你再告诉我也来得及 不用了 谢谢 小梅 不用了 你坐吧 我给你打 来来来 坐坐 没事 没事 小强 多买一份 最贵的 好 快点啊 坐 我请一吃 小梅 你说 你说你姓郭 我叔叔也姓郭 咱五百年前是不是一家 没准五百年后也是一家 对啊 都是一家的 吃饭 小梅 听说你学习特别好啊 那个你辅导辅导我呗 我以后有啥不会的就问你了啊 没有 我转过来也拉一些功课 还得请你帮忙呢 那没问题 你拉下的课我负责了 哦 奋斗 我求你了 嗯 就你那门门六十份万岁的人 还扶到别人 你快拉到 你真是 还扶到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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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梅 说正经了 你家住哪儿 我家 我能不说吗 啊 瞎想了 我就说你家呀 要是跟我家顺路的话 放学上司机送一下 你有司机 你不知道吗 满满他家特有钱 他妈是市里的大企业家 住别墅 开奔驰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就是啊 我没司机 我有自行车 我送你回去吧 啊 说吃点吧 奋斗 长身体啊 又满满 你御用座驾来喽 呦 这车真漂亮 哎呦 小少爷 累坏了啦 这马上要下雨了 上车 准备 走吧 我送你 我有自行车 我骑自行车回家 你 你可以把自行车 放我这后 后备箱啊 不用了 不用了 我骑自行车回家就可以了 谢谢 就是啊 坐什么车呀 坐车多多 我陪你骑自行车回家 嗯 走 走 走啦 那我没车你送我呗 送什么送 瞎打乱 去吧 你骑自行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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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这 大奔还赶不上 这自行车的真 妈 怎么了 儿子 怎么了 赶紧跟妈说 我要自行车 我还以为啥事呢 你要自行车 你要自行车干啥呀 你要是去哪儿 让司机送你呀 等你过了十八岁 妈送你一辆汽车 不要汽车也不要司机 就要自行车 还有妈 以后你能不能先征求我同意 再派人到学校接我 接你怎么了 那不是怕你太辛苦啊 反正我就要自行车 行 自行车 买 来 儿子 喝口水 你脚放下 把人家看见了 扶稳车把 扶稳楼 扶得挺稳的 你扶得太死也不行了 你得基本就流浓 你别紧张行不行啊 瞧万你紧张的 你往前看 你别低头 往前看 往前 走 走 看着呢 走走 对呀 你教我这个 那我说你行不行啊 你不行找个没人的地方 练练再齐吧 什么行不行啊 小老师 怎么多人呢 凡道 我感觉啊 你这绝对有东西没交给我 你这个 我跟你说啊 小梅给我行了 我可追了 小梅 我追不上脑门 你算了 来 喂喂喂喂 喂 动 别动 别动别动别动 行行行 轻点 你说你这车还真不错啊 人都摔成这样了 那车硬是一点事没有 连漆都没掉一块的 跟你说你什么破车 一点都不好使 别别别 别别别 不说 再说你又急了 行 奋斗来了 满秋衣 怎么了 儿子 这是怎么了 是 跟谁打架了 他骑自行车摔的 骑自行车摔的 你怎么这么笨呢你 干嘛呀妈 自行车以后不许骑了啊 奋斗 车一会儿骑走 归你了 真的 妈 我以后骑什么呀 不骑 您过来弄个摩托车 摩托车 火箭你要不要 轻点 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儿啊 下面有一件事情我要宣布 市教育局要举办一次 全市高中钢琴比赛 学校很重视这次比赛 哪位同学钢琴弹得好 可以报名参加 咱班就没有一个会弹钢琴的吗 老师 我会 你会 嗯 太好了 你愿意报名参加比赛吗 嗯 我愿意 很好 你在完成课业的前提下 回家要多练琴 到时候代表咱们班 参加全市的比赛 为我们班争取一个好的成绩 来 咱们鼓励一下 郭小梅同学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下课 小梅 你家还有钢琴呢 对 对 妈 你上哪练的 我家有钢琴 去我家练吧 真的 你家有钢琴 嗯 明天周六 你去我家练钢琴吧 好啊 好 来玩啊 嗯 这个月拖线的扩款有点多了 嗯 嗯 有关客户那边我去打电话 有必要的话我亲自去催 让别人去吧 你多出点时间来赔赔嘴吏 妈 我要买钢琴 怎么又想买钢琴了 叫你小叔了没有 叔 怎么又想买钢琴了 你看 要了个自行车 把脸给撞成那样了 不过买钢琴是好事 妈支持你 那我现在就要 行 现在就买 叔给你买去 回头啊 叔再给你请一个 水平高的阳琴的老师 你喜欢男老师女老师 这个不用 我自己有老师 行啊 还是我书好 妈 我打太球去了啊 书包搁您这儿 哎 儿子 身上有钱吗 有 行啊 哎呀 咱家出了个企业家 将来还得出个艺术家 哎 这小子一个月不见 又长个人了 是啊 他现在长得可快了 这不前两天还跟我说 鞋又钉脚了 哎呀 你就给他买嘛 是 买 他现在要什么我都给他买 是啊 姐 咱以前过那穷日子 现在好别人富裕了 得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你说是吧 是 是 哈哈哈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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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敲了 怎么还跟小时候人一吃饭就敲桌呢 吃吧 饭来了 爸 嗯 问你一事 说 如果你儿子我 勤奋好学 积极进去 有一颗为了学校去争光的真心和诚心 可唯独就是缺少那么一件小小的工具 您哪 身为一名慈父 作为一个教育局的副局长 于情于礼 于公于私 在可允许的范围之内 是不是应该鼎力支持他一下 绕 接着绕 麻烦的同学 我还不了解你 你又想让我出血了吧 真是知子莫若父啊 你少来 说吧 这次是要球鞋还是滑板 谁要那些玩意儿呢 你还要让我出血了 我还要把你放下 你还要把你放下 桌子 我不是刚给你买的新写字台吗 钢琴 钢琴 你要钢琴干什么 我们老师号召了 让我们全班同学都去参加那个全式钢琴比赛 麻烦的 嗯 把手伸出来 神转 我不打你 你自己看看 你这手胖得跟猪蹄似的 你还弹钢琴呢 再说了 咱们马家几代也没有搞艺术的 你趁着省省吧 不是我打击你 爸 嗯 有你这么说你这个儿子的吗 我还是你轻生的吗 满满他都能学 为什么我就不能学 你怎么跟那些学习好的比一比啊 你怎么不看着谁考上清华北大了 谁出国留学了 老老师吃饭 嗯 走行吧 我好想看你 嘛 有点 你这首诀 我好想看你 我好想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姨 你就是满满说的钢琴老师吧 她是我同学 同学啊 阿姨好 我叫郭小梅 你好你好 谈得真好 你们继续谈 继续谈啊 阿姨 我练得差不多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爸还在家等着我呢 我就先回去了 小梅 家到底住得离点远面 让司机送你 没事 我骑司机车 阿姨再见 好好好 那我送送你 慢点 郭小梅 阿姨 我不去 那是谁 放开我 走吧 妹子 放开我 我不去 走吧 那不酸活他们吧 你玩儿子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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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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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干吗 你谁啊 我谁 我你满手 谁 我 打 我 放开我 别打了 我打死你 你都不要命 别打了 别打了 别打死我 你又别打了 等等 去 你站起来 你是那姓满的吗 干你屁事 你是那个女搭款的儿子吧 知道我的身份 不敢惹了吧 你去这边打听打听 有没有我孙猴不敢的事 姓满的 敢跟我走一趟吗 去哪儿 什么去哪儿 别跟他们走 妈妈 你不能跟他们去 你放开我 你不走也成 那他跟我走 你放开他 你别管我 我跟你走 你走什么样 走 别管 没事 该干吗干吗去 走 走 满兄弟 我孙猴 有眼不失泰山 刚才剁我得罪了 我先自罚一杯 干了 我看出来了 你也是条汉子 为兄弟 为女人 你都舍得拼命 我尊重你 也敬佩你 我再干一杯 兄弟 其实我孙猴呢 最爱交朋友 刚才那都是一场误会 我是真心诚意地向你道歉 你要是接受呢 我们今儿起就是兄弟 误会 你欺负我朋友 还打我们 你看我这叫误会 满哥 我大哥那不是没认出你来吗 要是认出你来 肯定不能下内受了 没错 兄弟们说得太对了 出来混就是你给我面子 我给你面子 这样大家都有面子 我知道你也不是那种 不通情理的人 你看 咱们是不打不相识 要是没有这场误会 咱还不认识呢 对不对 这样 不管你认不认我这个兄弟 我都把这第三杯酒喝了 以后有什么事 只管招呼兄弟们 你说这满满 她怎么还不回来啊 她不会出什么事吧 满满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啊 去了 使劲跟我道歉 特别诚恳 小梅 以后你在这边 谁要再敢欺负你 提我名子 你这口气怎么听着 跟流氓老大似的 流氓都不敢揉我 谁敢揉我 喝酒了 喝了 他们请我喝的 你不会跟他们成哥们了吧 说人哪 什么叫我跟他们成哥们 他们死地白烈跟我交朋友 我答案都不行 走吧走吧 没事没事 请你们吃饭 走走走走 好 走走走走 吃饭吃饭吃饭去 走走走 满球 我听芬斗说 你们家满满 开始学钢琴了 别提了 一开始我也以为 她是要自己学 后来才知道 是为了搬了一个漂亮的女同学 我是忘了 我们家那个五音不全的马奋斗 也嚷嚷着要学钢琴 我就奇怪了 你说现在孩子怎么了 人小心大 咱们那会儿可没遮膏 现在时代不同了 孩子们都早熟 对了 乔乔东回来了 她不是炒地皮呢吗 这不是炒黄了吗 现在回来了 我还说 哪天啊 咱们叫上满秋 一块儿吃个饭 帮你出出主意 可能干点什么 她觉得自己混得不太好 没脸见你 做生意嘛 有赔有赚 都正常的 要不然这样 我那工厂的食堂 正在往外承包呢 她要是有兴趣 承包给她去做 这事行 我看她干这事正好 现在听你谈琴 你们越来越好心 好贵啊 今天去你家练琴 你妈不会有意见吗 不会不会不会 妈还夸你呢 说你这个不但人掌照着 真拿下脚去 真的 满满 你们怎么来了 新开了一饭馆 搁着几个说去蓬蓬场 怎么着 一块儿去喝两杯 行啊 小梅 一块儿去吧 我不去了 小梅 那天的事对不起 我替哥几个给你道个歉 就稍微坐一会儿 你就当给满兄弟面子了 好不好 怎么样 走吧 你离我原地啊 别这样小梅 事都已经过去了 他们现在也不敢了 就待一会儿吧 算了我不去了 哎 小梅 我求你了 别让我在兄弟面前丢人 这我要不去 他们还以为我扣门不想买单呢 走吧走吧 就待一会儿 走吧走吧 走走走走走 走 来今天咱们高兴咱们一块儿喝一杯 来来来小梅 喝一杯 我不喝酒 哎 那我给你换饮料 哎 这酒桌上哪有喝饮料的道理啊 这是啤酒醉不了人 今天满兄弟请客 你不干 多不给满兄弟面子呀 我就是不想喝 这样 你不用多喝 就喝一杯 怎么样 对 就一个 你跟满妈呢 喝个焦杯酒 怎么样啊 好嘞啊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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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妈 看来这 都是你们闹的 满妈 你不会怕这个吧 怕 字典里就没有怕这个字 就是 走就走了 咱们是兄弟 兄弟之间 就不能为了女人闹不动吧 她的她的 咱喝咱的 三瓶子 哈哈 老板 你要是能喝三瓶子 我能把这放电都给喝了 你虽然是个爷们 但我看你胆子还是轻 谁 谁 小梅 眼睛一动 我看你话都说不利了 哈哈哈 我跟你说 你就嘴 你为什么不跟她一门见 别这么说 你就吹吧 我告诉你 我就吹你 吹你就行 你怎么回事 什么呢你是 你创人了看见没 真不故意 不是故意的 那我创你一下 不是故意的行吗 你想啥呢你 你喝你什么呢 文文 你不是说你胆子大吗 真不故意的 真不故意的 别动手 别打架 别打架 别动手 别动手 免了 敢不敢办 我肯定有管事的 拿了 有话好好说 别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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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故意的 就你渡过前事 穿啊 臭胸鞋子都穿件 你 你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跑 跑 我拿创你 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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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啊 这儿 这儿 跑 跑 跑 我跟你们说啊 我来了一段时间啊 看出了好多问题 今天晚上呢咱们 开课会 好吧 好 你们去忙吧 好 乔哥 怎么样 秋妹子 你看我这嘴 现在应该管你交 蛮董事长 蛮董事长 这个时长你交给我 你就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办好 让咱们工人们吃好 喝好 那我得好好地感谢你啊 说啥呢 你说这说起来也惭愧 当初我把那大酒楼一卖 逮得那么老多钱 原以为能炒作金山回来 没想到把老本赔了个干净 都这么大岁数 还得从头再来 这怕什么的 你现在还年轻呢 做生意有赔有赚 大家都是一样的 我当年不也差点做不下去了吗 咬咬牙就挺过来了 你说我哪能和你比啊 也亏得你们还念旧情 少和好饭吃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说实话 我这食堂啊也是一个大问题 交给谁做我都不放心 正好现在你来了 交给你我可是一百个放心啊 那是 你就放心吧 接个电话 对 我是满秋 什么 怎么回事 警察同志 怎么了 我儿子他犯什么错了 你是孩子家长 对对 怎么教育孩子的 他殴打咕噜群众 还欺负残疾人 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 今天事可大了 不好意思啊 就是啊 你看给我打成这样的 我要告诉他 对不起啊同志 你千万别告诉他 有什么损失 我们赔偿好吧 我的无功费和精神损失费 一起呗 你没问题 走走跟我们上所谓解决问题吧 好好好 儿子 你看妈说你什么好了 你现在怎么还学会打架吗 你说人家警察可说了 那人没招你 就是走路时候蹭了你一下 你就这儿照死里打人家 你这孩子现在怎么这么不讲理呢 对 还有个残疾人 你说说你现在啊 你残疾人你都大 你说你怎么想呢你 儿子你可不能这么下去 你要是这么下去 以后可不得了 你知不知道 儿子你先别玩 你听妈说一句 你以后可不许打架 听见了没有 你说你要是给人 打出个好歹了 那你不得负法律责任 这人家要把你打出个好歹了 那妈不得急死啊 满满我跟你说话呢 别玩了 怎么回事这孩子 你干啥去 我功课没写完呢 我说明天必须交 我交提的啊 小小姐 我把饭吃饺子啊 嗯 爸用下的 嗯 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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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的事对不起啊 他们也不是故意的 你以后啊 就少跟那些人来往 那都不是些什么正经人 听你的 小梅 什么时候去我们家弹钢琴啊 什么时候去啊 出签菜呗 以后又什么 走吧 走 江本 妈 妈 您怎么来了 从今天起 每天我借你放学 我要是没空 你叔叔过来 小梅是吧 你今天是不是要去我们家弹钢琴啊 这么着 你把车架在车后面好不好 谢谢阿姨 我这自行车不太方便 怕把您那车刮花了 要不今天我就先不去了 明天我再过去 谢谢阿姨 没事的 小梅 慢点啊 妈 跟您说了不用来接我 非来 自己打车回去 你回来 洪亮 你看慢点 跟着前面那姑娘 我倒要看看 这是谁家的姑娘 把我儿子迷成这样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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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